银河系是我们所在的星系,是一个巨大的星际系统,包括数十一颗恒星。行星、星云、黑洞、中子星等天体。它的直径约十万光年,厚度约一千光年。是典型的螺旋状星系。在银河系中,恒星和行星的形成是一个长期演化的过程。一般认为,恒星和行星的形成源于星云。 星云是由气体和尘埃组成的云状物体。可以通过引力塌缩,形成恒星或行星。此外,银河系中还存在各种各样的天体。如黑洞、脉冲星、中子星等。黑洞是一种极度密集的天体,具有极强的引力场。即使光也无法逃脱其引力。脉冲星是一种旋转非常快的中子星。其磁场极其强大,可以产生规律的脉冲信号。 中子星是一种由恒星爆炸后残留下来的天体。密度极高,体积非常小。银河系中的星际介质是星际物质和尘埃的混合体。 对星际射线、恒星形成、星系演化等过程起着重要作用。星际介质中包括气体和尘埃。 气体主要是氢气和氦气。尘埃则有钛、硅等元素组成的颗粒物质。星际介质对于我们了解宇宙的起源和演化过程有重要意义。 也是探索宇宙生命起源的关键领域之一。